我在台东的加路兰海岸 其实加拿大也有非常漂亮的海岸 但是真的我在嘎斯佩也好呀 真的没有见过把海岸和装置艺术 还有山 山非常漂亮的山脉 大海还有装置艺术结合的这么好的地方 在加路兰海岸的装置艺术 这样的达武族的拼板舟 在海岸边 我觉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这个山脉 这个山脉真的很漂亮 你看它的起伏 非常非常美的一座山脉 这是来自日本的艺术家 那是灵感来自南宇达武族的拼板舟 所以很多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台湾 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就是说我到台湾之后遇到这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 就会改变对台湾的想法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从来也不会认为说台湾就全都是很好的人 都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其实不会 我从一开始喜欢台湾就是因为我发现台湾有一些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和事 你看这个装置艺术是不是很漂亮 台湾有一些非常棒的人和事 非常非常棒 我觉得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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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东 日本是坐火车嘛 那然后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说 我觉得台湾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小的细节上面去付出 那在接受别人这种付出的时候呢 也非常非常的乐于表达感谢 那这是在台北 在台北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很大方 就是说你提供一些小的帮助的时候很大方 那接受之后表达感谢的时候也很大方 那但是呢 我发现在 就说不是那么大都会的地方吧 很多人的表达方式很羞涩 很羞涩 你看这是海边的这样的装置艺术 也很漂亮 很漂亮 就让我想到台湾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小的低矮的这种灌木或是花朵 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小的低矮的灌木或是花朵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装置艺术就给我感觉是那样的 那总之呢就是我们在火车站 就是每次换车转乘的时候不都要做那个火车的电梯吗 火车站里的电梯 所以后来其实很多火车站也还是没有电梯的 而台湾不一样啊 我发现台湾凡是我们去过的火车站里面都有电梯 非常非常方便 像我们带着行李旅游嘛 就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台湾的火车 非常喜欢台湾的火车 价格非常便宜 其实我觉得有点太便宜了 实话讲我觉得台湾的火车有点过于便宜 台湾应该火车涨价 应该涨到一个比较公道的价格才对 那总之呢就是在火车站的那个电梯间里边吧 就有一个男生 当时那个电梯房里面 电梯间里面 我跟我妈妈在 在就是我在后边 我妈妈跟那个男生在前边在门口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到了地方之后 那个男生就按着开门键 不说话 那个男生就按着开门键 不说话 那我妈妈一开始就没有反应过来 他其实是在按着开门键 让我妈妈走 让我妈妈出这个电梯门 他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在后面看着他们两个在那里站着 那个男生就是按着开门键 他不说话 那然后我妈就终于反应过来说 那个开门键是为我妈妈按的 所以赶紧就出去了 那然后事后妈妈就跟我讲说 台湾人好羞涩 很羞涩 就是他为你做了这个按开门键的这个事情 但他好像很害羞 哇 飞机 看上去是战机 嗯 对 那 飞远了 嗯 那 对 就是那一种羞涩很像加拿大的 就是也不是大都市的那种人 就是加拿大人也是那样的 就是说他会为你做一些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说出来 他不会把这个话说出来 他很害羞 很害羞 嗯 这一点上蛮像加拿大人的 嗯 所以说其实 嗯 我仍然是还很喜欢台湾了 大家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在台湾旅游 的确感觉到 那一种力量对比的失衡 实际上是超出我的想象的 譬如说很多朋友跟我讲 就是说我在台北遇到的那一位 嗯 那一对夫妻吧 那亲中的 嗯 夫妻 嗯 很多朋友跟我讲说那是因为那是台北啊 就是所谓天龙人的 哈哈 天龙人的地盘 哈哈 那但是我现在在台东 嗯 对吧 嗯 你看我在宜兰也碰见了投降派 嗯 我现在在台东 我观察了一下我所路过的所有的 这些呃 城镇地方 嗯 有很多家庭啊 是挂中华民国国旗的 嗯 以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挂中华民国国旗的意思就是支持 蓝营对不对 支持国民党啊 就不是公家机关哦 不是公家机关 也不是像是小学啊之类的这些地方 是那种就是家户啊 普通人家 以我的理解挂中华民国国旗意思就是支持国民党的 对不对 嗯 那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挂台湾独立旗的或是民进党党旗的啊 我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看到过啊 倒是看到过两次有法轮功的法轮大法好的 对 嗯 所以力量的对比是蛮鲜明的 那怕是在至少在我目前所到的宜兰台东这样的地方 嗯 你比如说我们在宜兰郊西的旅馆的前台啊 那是一个年轻男生 哦又有战机 又有战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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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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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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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够试探一下大家在政治上面的想法 那我就提到了这个交通的问题 那因为交通的问题也是 对 就是我妈妈在交西的时候 下车的时候 下公交车的时候差点 就是直接那个机车完全都没有停 也没有减速 就直接就在 那个人行道和公交车之间的那个位置就冲过来 那所以说我妈其实 也就说了这个事情 这也是一个蛮漂亮的装置艺术 好像是个月亮 一个弦月 一个月亮 躺在什么上面 躺在桌子上面吧 躺在桌子上面的一个月亮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聊到的 不尊重行人路权的这件事情 那我其实知道宜兰的县长是林子庙了 是国民党的林子庙 但是我还是就是 我就问说那你们宜兰的县长是谁 就为什么这些事情不管 我就说那其实你们宜兰 尤其是交西吧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棒的 包括我去的蓝阳博物馆那边 都有非常非常棒的风景 你像龟山岛那个景色 完全不逊色于加拿大 加斯佩的薄熙巨石 那完全不逊色 那是有就是成为世界级旅游景点的潜力的 你包括就是我现在在的 这个加路兰海岸 完全是可以成为世界级的旅游景点的潜质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因为台湾的这些交通的问题啊 还有很多问题吧 我觉得都是对台湾旅游业的 对台湾形象的一种很大的伤害嘛 那所以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们宜兰的县长是谁 我想试试看 试探看看他在政治上的想法 那果然他就就是为林子庙辩护嘛 就是说那警察的警力不够啊之类 至少是不讨厌林子庙的嘛 嗯 对 所以其实从政治上来讲啊 就是说 的确我感到绿营在台湾非常弱势 真的非常非常弱势 嗯 对 所以台湾才需要外来的力量 台湾需要外来的力量 包括我在内的外来的力量 哪怕很微小啊 哪怕不会有太好的呃成果 哈哈或者太大的作用 但是台湾需要外来的力量 因为本地的力量啊 本土的力量太 太弱了 太艰难了 嗯 太艰难了 嗯 对 但是人是很好的人 啊 在台湾哪怕是青蓝营的人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大多数啦啊 绝大多数除了我碰见的那一对 哈哈哈 这个亲中的 啊 牙医的啊 房东夫妻之外 人都非常非常棒啊 那无论是前台的那一位啊 可能是青蓝的 哈哈旅馆的男生啊 那大家都很棒 嗯 譬如说我们到了 日本之后啊 坐公交车的时候 碰见一个来自台南的 呃 退休了的呃 国小的教师啊 那 就非常热情啊 赞美我妈妈 很显年轻 好 说我妈妈 我刚刚我来这边没有多长时间吧 我来这边大概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啊 二十分钟啊 我觉得已经过了至少四五架飞机了 嗯 我觉得我来这边二十分钟而已 已经过了四五架飞机了 嗯 对 那 呃 那位 呃 对 那位 退休的国小的教师啊 就赞美我妈妈 说我妈妈很年轻 嗯 然后呢 然后还 说到说 我妈妈就主动的问她 这个待遇的问题啊 因为我妈妈当然知道 十八趴的事情啊 所以我妈妈有主动的问她 这个 退休待遇啊 那她就说只是还好 嗯 那我妈呢 就我妈这个人是很 很 会 我妈这个人她是有的时候她会往下问一层的 嗯 所以我妈妈就问说哦 那你的退休的工资是不是跟你原来上班的时候是一样多 嗯 那 对方就回答说是是一样多 那我妈就说哦 那你就比加拿大好很多 在加拿大啊 就说你 退休之后的收入 呃 只能达到 呃 退休之前的一半 呃 所以说收入会变得很低 呃 呃 所以说呢就说到说 其实在台湾 呃 退休之后的待遇是很好的嘛 嗯 嗯 对 嗯 那那位太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中国的人 哦 哦 因为他有提到说哦 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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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哪怕是军公教吧 嗯 我觉得 至少这位夫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并不喜欢中国 哈哈至少他知道说中国人没有台湾人热情 嗯 嗯 对 所以其实 嗯 我觉得 亲近蓝颖的人 哦 蓝颖的支持者们 真的是有很多好人的 嗯 但是他们被骗了 嗯 他们被欺骗了 嗯 他们以为他们的生活可以一直保有 他们以为哦 譬如说这位退休的国小教师哦 他们以为他拿退休之前的工资是理所应当的 没有什么不对 但其实作为加拿大人来讲 当然会觉得很不对 你退休的人为什么可以哦 拿跟工作的时候的人一样的工资 嗯 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装置艺术 嗯 就是说你凭什么哦 你退休的人哦 可以拿跟工作的人一样的工资呢 对吧 这是说不通的事情哦 但是他们会觉得理所应当 嗯 嗯 对 我觉得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 大体上真的是很好的 嗯 很善良 很有善 嗯 很可爱 嗯 那 但是 嗯 中国对台湾的影响 其实体现在了很多方面 嗯 看山上开始起雾了 山上开始起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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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美 非常非常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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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好像在训练 他们飞的是不同的方向 这两架战机飞的是不同的方向 我觉得在加路兰海岸 听到看到这么多的战机 起飞训练 有的时候真的蛮难理解 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 自己现在的生活是理所当然 有的时候真的蛮难理解的 无论是那位退休的国小的教师 还是在郊西旅馆前台的 那位年轻的男生 还是给我剪头发的女理发师 甚至包括牙医的房东夫妻 他们都觉得说现在他们生活的安逸 富足和平 似乎都并不需要很努力 很努力的去捍卫 当我看到这么多的飞机在起降训练的时候 在飞行的时候 很难理解了 只能说还是那句话吧 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对 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做 台湾真美 台湾这么美 台湾人 大多数的台湾人 这么的美好 可爱 善良 友好 这么美 这么美的台湾 还有这么美的台湾人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台湾人 会被国民党欺骗着 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呢 我经常跟大家讲 如果台湾人民 自己清醒的选择要自毁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是一个相信 人有绝对的自我选择的权利的人 就是说 人有没有自杀的权利 有的 那么一个国家 有没有投降的权利 也有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心痛的 就是我所碰见的这些人 无论是投降派 还是青蓝的人 他们都意识不到 他们在走上一条 自我毁灭的道路 他们意识不到 他们觉得自己在为这个国家 选择一条 他认为最好的道路 但那是错的 那是自我毁灭 那是灾难 它们是在做训练的 这个飞机还是侧着飞的 好漂亮的浪花 好漂亮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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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论上来说 海对面就是加拿大 嗯 海对面就是加拿大 虽然说海对面不是可北克 哈哈 海对面是温哥华 對 嗯 整個家路來海岸 對 整個家路來 這個區 其實並不大 嗯 家路來海岸的這個區域 這個休息區吧 這個景區其實並不大 但是非常漂亮 嗯 因為這些藝術作品的原因 就感覺很豐富 嗯 對 不是只有自然景觀 也還有人文景觀 嗯 非常棒 加路蘭 台灣 亞洲的心臟 加路蘭 其實台灣不只是亞洲的心臟啊 台灣現在也是世界的心臟 嗯 暴風眼的中心 世界局是暴風眼的中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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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